我們看第3題 他說第3、第4是這個方程式的四個負數根 那麼A是多少 因為這是六次方 所以這個上可以這樣寫 等於是8乘以1 8乘以1的話 你給它什麼呢 開六次方的話 這個1可以寫多少 寫成1的 這是2kπ 2kπi 所以這x 這等於多少呢 8我給它開60塊 然後這是1的多少 6乘以2kπi 那k可以等於0 等於1、2、3、4 每兩個根當中它差多少 這個是6乘以2的話是等到 是等於3乘以1 3乘以1π 就每兩個根中間的話差多少 差3乘以2π 差60度 也就是說 它的這個6個根分別是多少呢 當k等於0的時候 是這個 再來就是8 8 6 1的多少呢 3乘以2π 再來是8開60塊 1的3乘以2π 再來是多少呢 8開60塊 1的3乘以2π 3乘以3 6乘以2π 這3乘以3 3乘以3 3乘以4π 再來就是3乘以5π 所以它構成了6邊形 這長度是等於8開60塊 這個是8開60塊 再來轉60度 轉60度的話跑到這裡來 再轉60度 再轉60度 跑到這裡來 所以構成這樣的一個什麼呢 6邊形 6邊形的話 其中有兩個是10根 這兩個是10根 因為根號8開60方的 另外一個呢 是8開60方 加個戶號 這兩個是10根 那負數根就這四個 這四個構成的這個什麼呢 面積 構成的面積 是一個長方形面積 這長方形面積多少呢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正六邊形 正六邊形的話 所以這個 這個是一個正三條形 所以這邊長 它事實上也是8開60方 然後呢 這裡是多少呢 這裡是60度 60度 這個寬我知道是8開60方 這個高呢 這個長是什麼呢 長我們叫L L事實上是這裡兩倍 兩倍的這R R是根號8開60方 R Sine也60度 Sine 60度 這是二分之根號3 所以這是 8開60方 二分之根號3 再乘以根號3 二分之根號3 2別掉了 變成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面積A 就等於L L是這個 根號3 乘以 根號8 開60方 再乘以 再乘以這個寬 寬是8 開60方 這把這個是根號3 這個畫 變成是8開30方 8開60方 等於2 8開30方 等於2 所以是2根號3 所以這個四個 那個 複數根 微層的長紅頸面積 是2根號3 是2根號3 1 2 2